頭彈牙蛇帽身穿黑色上衣 身材相當魁悟 被害人把這張照片傳給議員 指控正是這名男子騙他出國 求救訊息說 每天都被兩個帶槍的保全盯著 不配合就挨打 更可怕的是 連身心障礙者也落入詐騙集團陷阱 這類高薪真才主打包吃包住 藥真不易克服人員 把人帶到柬埔寨泰國 實際上卻要他們從事詐騙工作 如果不乖乖配合 就會被要求付五萬美元的高額贖金 或是叫你藥罪拉三到五個人被騙 才能完全脫身 每天都遭到囚禁毆打 根據台北市警察局統計 從去年到今年七月 已經接獲六件報案 一共十三名被害人 到目前只有四人成功返台 警方也只能一再呼籲 毕竟人一旦到了國外 真的很難就回來 我想除了呼籲 就是只能呼籲 因為這個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沒有邦交嘛 就是沒有邦交能怎麼辦呢 所以說現在也沒有引渡的 任何任何的互助條例 所以真的什麼都做不了 遠景除了到機場高舉牌子 也不斷過濾網路上的求職訊息 提醒民眾看到高薪出國免經歷 等關鍵字十之八九都是詐騙 可別被誘惑條件迷惑 搭上自己性命 華視新聞黃沈甯志淳台北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